大家晚安 前幾天網路上看到一個演講 這個演講者他是一位哈佛大學的商學院的教授 教經濟學人 那堂演講主要是要分析一個企業 甚至政體怎麼樣從很龐大變成衰敗 離不開四個字就是短視盡力 沒有高瞻遠足 所以最後就會走向衰敗 可是他把它縮小到一個個人 每個人人生也是會由盛而衰 那為什麼會由盛而衰 他就想到說他哈佛大學畢業以後 過了五年同學會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身邊不是娶到很漂亮的老婆 就是嫁給很帥的老公 意氣風發 但是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 每下愈眶 到最後幾乎每一個都離婚了 養別人的小孩 因為又離婚又結婚了 然後自己的小孩子 可能在美國的另外一端 遙遠的怨恨父母 他覺得到最後都是失敗者 他就覺悟到說 有一天我們死的時候 面對上帝的時候 上帝絕對不會問你 你是哪個大學畢業的 那你賺了多少錢 你的社會地位有多高 他說上帝絕對不會問你這些問題 他一定問你的是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這輩子 你有沒有辦法影響別人變得越來越好 你有沒有辦法影響身邊的人變得更好 上帝關心的是這個 所以他說高山遠足就是你要想說 我的人生對別人 能不能讓別人變得更好 不要說遙遠的人了 就是身邊的人 你的太太你的小孩你的老公 或者你的父母 能不能影響他變得更好 像我們教育小孩子花好多的心血 小孩子小的時候就是小天使 長大以後變小魔鬼 可是我們道場就不同了 我們來道場的時間很短 偶爾來道場 可是只要持之以恆 雖然都是一些已經定型的人 大人 幾十歲才進來的 還是在轉變 對不對 還是在轉變 飲食呢 素食了 慈悲不殺 情緒本來失控 衝動 然後變得心性越來越平和 慾望越來越少 本來很自私的 現在變得慷慨了 本來一毛不拔的 現在變得 願意奉獻了 願意犧牲奉獻了 像這些轉變 在每個人身上都看得到 上帝要看的就是這個 你沒辦法引導 影響別人變得越來越好 這個很重要 那我們在道場 可以很輕易地做這一點 因為我們傳的道是有傳承 自古以來 有人類以來 這個道就開始傳承了 那是一個救贖之路 道就是路嘛 救贖之路 還有一個人從地獄就到天堂 從生死苦海就到極樂世界 這是一條康創大道 那講到道呢 這個傳承 很多人把我們一貫道定位為 新興宗教 事實上不是的 我們的傳承非常的久遠 最早我們講 胡錫一化開天 這是我們的第一代祖師 然後一路傳下來 姚鎮宇湯文武周公 三皇五帝一路傳下來 後來道脈西移 因為那時候春秋戰國時代 那時候這個中國啊 殺伐太重 所以道脈西移就到了印度 從釋迦牟尼佛傳承了二十八代 再傳回中國 達摩祖師再傳回來 再跟我們原有的道統 融合會統以後 再繼續往下傳 傳到第十八代 我們就是第十八代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個禪宗 就是我們說達摩祖師傳下來這一脈的禪宗 他們留下來文獻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跟我們很契合的一些公案 我今天就談一個禪宗的公案 有一位禪師叫做香顏禪師 李秋生問他一個問題 說什麼是道 他的回答呢 就變成所謂禪宗公案 那什麼是道 他說啊 枯木裡龍吟 他說枯掉的木頭裡面 有龍在吟唱 有龍在吟唱 這個誰知道他在講些什麼 所以叫公案 什麼叫公案 就這個案子破不了就公布 大家一起來參 要公案 問他什麼是道 他答案是枯木裡龍吟 我們會說道就是上帝啊 道升天升地啊 大道無情 什麼生育天地打到無形 運轉日月對不對 我們會講這些 有很多的說詞 他說枯木裡龍吟很怪債啊 只有求過道人知道 我們什麼叫枯木啊 沒有樹葉的這個 沒有樹葉的這個樹啊 就這邊一個十字有沒有 然後這兩撇是不是 這是木 這個枯木 這個鼻子 剛好一個木 剛好一個木 枯木裡龍吟 有龍在吟唱 那枯木每個人都有啊 每個人都有這個啊 但你有沒有龍在吟唱 我們說飛龍在天啊 那我們點道叫什麼 現龍在天 一般人叫什麼 潛龍勿用 龍潛藏在裡面啊 藏得很深啊 現龍在天 龍要吟唱 這個吟唱呢就是 所謂禪吟啊 禪師會發出一種像龍吟唱的聲音 當然沒有人聽過龍怎麼吟 可是有些大修行者入定啊 他會接觸到天龍啊 要知道龍發出來的聲音是怎麼樣 有些聲音 有點像那個敲鐘的聲音啊 噔 所以鐘的聲音就是模仿龍吟的聲音 鐘一向都是代表中國的 代表寺廟的一種清靜的泛音啊 噔 這個時候 你整個氣場啊 就會凝聚在這裡 枯木裡龍吟 枯木裡的龍開始吟唱 現在科學家也有發現啊 右腦可以用聲音開發 我們都用左腦思維 左腦呢 就是告訴你啊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 怎麼計算啊 怎麼分析啊等等的 右腦是一種創意 文學啦 藝術啦 音樂啊 甚至科學的創意 發明家用的是右腦 不是左腦 右腦是沒辦法教的 所以教育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那他們發現 右腦開發可以用聲音開發 聲音說目前來講 最好的聲音是古典樂 古典音樂 它運用聲音 因為右腦叫原始腦 原始腦就具有創意 具有潛能 我們說無意識區 就潛意識 心理學講潛意識都可以開發 所以以前很重視這個泛唱 就是這樣 要透過 透過這個泛唱呢 來皈依啊 那是由外耳內的 今天我們傳道是直接讓你 意念回來了 其實那個作用 也是讓你意念回來而已 讓意念沒有外放 如果直接能夠回得來的話 那就直接回來就好了 不用去吟唱了 直接就回來 這個叫枯木裡龍吟 那這個出家人又問了下一句話 那什麼是道中人 道裡面的人 道中人 我們也是人啊 但是在道裡面 活在道裡面的人和 我們這種人有什麼不同 道中人 簡單道中人就是聖人 聖人和凡人不同在哪裡 眼睛也一樣啊 鼻子也一樣 耳朵也一樣 五張六腑都一樣 吃喝拉薩碎都一樣 不懂在哪裡 心不一樣 是不是 聖人的心 充滿了智慧 凡夫的心 充滿了欲望 情緒 是不是 差別就在這裡 聖人的心就是仁慈和智慧啊 所以 他又回答了 什麼是道中人 他的答案 更離譜 骷髏裡面的眼睛 骷髏裡面哪有眼睛啊 活人有眼睛 骷髏眼睛都爛掉了哪有眼睛 我記得 以前有一位 這個壇主姓岳 現在是點傳師 這個岳壇主啊 他有一次就拿一張照片給我看 他說他爸爸和他媽媽都歸空了 他爸爸沒有求到 他媽媽有求到 經過十年以後 檢古 由檢古出來啊 媽媽的玄關啊 有一個縫打開的 他爸爸是密合的 你要知道我們玄關這邊都有一個縫的 每個人都有一個骨縫 所以那個禪宗講叫無縫鎖 無縫鎖 那個無縫鎖要打開的話 那真的是雲雷正開物極土 就正開這個 我們尼勒舊虎經裡面講 雲雷正開物極土 那個雷部風部虎部龍部 要一起發動才可以把它打開來 這邊那個縫是開著的 那個檢古師還說 你媽媽年輕的時候是不是很愛漂亮 是不是有去做整形啊 為什麼這邊這個骨頭是開的 他們以為是做整形的 電什麼什麼的造成打開來的 他知道說 是求到 所以他就 一手捧一個骷髏頭 照一張照片 還送我一張喔 兩個骷髏頭 一個有一個縫打開的 一個看不到 因為那個縫很密啊 要很近很近才看得到 密合 但另外一個縫就很明顯 就打開一個洞 骷髏裡的眼睛 就算我們變成骷髏了 這個眼睛還在 就是慧眼 道裡面的人是不會死的 他都不會死的 他是永恆的 永恆的靈性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眼睛是慧眼 是佛眼 是法眼 骷髏裡的眼睛 這個眼睛打開了 不同就在這裡了 一般人是用肉眼看這個世間 所以充滿了愛恨取捨 道中之人是用慧眼看這個世間 所以是不惡之心 沒有分別心 不惡之心 是智慧 不惡之心 禍裡面看到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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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中有害害中有利 善中有惡 惡中有善 它不會去分別的 像我們度人 不能光度好人 到了不起就是讓不好的人 變成好人 像剛才講那個教授說的 有不好影響別人變得更好 就靠的就是這個 骷髏裡的眼睛 骷髏裡的眼睛 就開啟了它這個眼睛 慧眼開了 它就慢慢從不好 變成好 走向好球 那這個彼秋生就不懂啊 不懂他就去問另外一位大師 曹洞宗的祖師 曹山本吉禪師 所以叫曹洞宗嘛 他是老師洞山良界 兩個人合創的曹洞宗 曹山本吉 他就問說 枯木裡龍吟是什麼意思啊 曹山說啊 血脈不斷 比秋生聽不懂啊 你在講什麼 注意啊 血脈不斷 我們這個道啊 血脈不斷嘛 傳到現在第十八代 道脈傳承 這個血脈 傳的就是這個枯木裡龍吟 點下去你這個龍就活過來了 現在龍在田會吟唱 不是死龍啊 不是植物龍啊 龍也不會死啊 就植物龍嘛 點一個龍活過來 所以你良心互輸了嘛 所以得到以後的人呢 他的良心是很容易被啟發出來 所以他要吃素 他要修道 他要奉獻 只要願意都做得到 一般人想做也做不到 想做 因為貪心的力量太大了 良知的力量不夠 所以沒辦法驅使自己去決心啊 去惡相散 所以這個血脈傳下來 血脈傳下來 都是佛種啊 成佛的種子啊 血脈不斷 這是陶山本集壇師 枯木裡龍吟明確的答案 血脈不斷 那什麼是骷髏裡的眼睛呢 他說啊 肝不斷 血漏枯肝啊 靈性不斷 這個骷髏的眼睛 智慧之眼啊 就是我們的道心 道心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 很具體的就是有智慧 雖然無形無相 但是大智慧 大光明 這就是無量功德啊 無量功德都是由什麼 大智慧創造出來的 這個不會斷掉 血肉都枯乾了 這個大智慧 大光明 無量功德啊 不斷 肝不斷 這個很重要啊 然後這個問的人還疑惑啊 他說枯木以龍吟出自何章句啊 那是哪一部經典裡面寫的啊 那曹山本集禪師說啊 不知道出何章句 他說我不知道他從哪一個部經典出來的 但是呢 聞者皆上 禪中講叫塗毒谷 聞者皆上 塗了毒藥的谷啊 一敲下去誰聽到 咚咚就死了 好可怕啊 聞者皆上 聽到人都死了 聞者皆上 那實際上不是這個意思啊 那個喪是失去自我 人活的就是自我嘛 我執 點刀點下去 我執 破掉了 出破我執就是在點刀的時候 你在道場中聽進學去 再破三破四破 終於把這個我執的習氣給破掉 人活的最大痛苦就是自我的執著太深了 我這樣我要那樣 我喜歡我討厭我對我錯 聞者皆上 開悟 那開悟就是失去了自我 喪失了自我 修道不是我越來越大 修道是我慢慢消失 自己我一定要這樣 我一定要那樣 我喜歡我討厭這些東西啊 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 就是 聞者皆上 失去分別心 我們傳道傳的就是這個 無分別心 傳道傳的就是這個無分別心 點下去 那你剎那之間你就沒有分別心 聞者皆上 這個關鍵就是自我意識消失 察覺不到自我的存在 就是天人回憶 整個天地宇宙都是我 感受太美妙了 回光返照每個人都會啊 當你回光返照到一個分別心 在剎那之間消失的時候 聞者皆上 真的反聞聞自信的時候 那時候就會發現 真的不是一種思想啊 就是感受到天人回憶 看到山好像看到自己 看到水好像看到自己 看到天看到地 都好像看到自己 那種感受 所以大悲心就這樣出來了 你會覺得 眾生看自己是一體的 看到眾生看到別人 就好像看到自己的手和腳一樣 這種感受 當你沒有分別心的時候 是天氣萬物與你合一 你只要進入鑽心 到一心 要為經 為經 經就是鑽心 為經久了就為一 為一 就歸一了 最後呢 就允殖卻終 終到現前 傳道就是傳你這個為一 不二 專注要到歸一 專注於歸一的時候 進入枯木裡龍銀 枯柔裡眼睛 那時候就允殖卻終 就可以 進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自我就消失了 如果你可以做得到這一點 讓自己的心呢 進入枯木裡龍銀 枯柔裡眼睛 自我提升 挑凡入生 就是道中人 那你甚至不用說什麼話 你就可以讓身邊的人 虛惡向善 因為心靈品質太好 人的身體是有界限的 心靈就沒有界限 一個家庭裡面 如果有人在生氣 是不是全家都不舒服 有人開心 那開心的那個磁場夠強的話 全家都開心 所以人的心靈的那種影響力 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那如果有人的心靈 已經到達這個程度了 一心不亂 直下無心 那別人的心 再怎麼執著都會被化掉 所以這個中庸裡面講的 不言而信 不動而靜 不用講話 我就相信你 不用有任何的行動 我就尊敬你 無為而成 什麼都沒有做就成功了 就成就了 這個就是大而化之 這就表示說 你能夠讓自己的心呢 進入這個枯木裡龍銀 枯柔裡眼睛 進入這種狀態 什麼是道 枯木裡龍銀 什麼是道中人 枯柔裡的眼睛 會眼開了 智慧開了 因為什麼 枯木裡龍銀 這個龍護活了 好啦 我們就把這個公案講到這裡 希望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 心性上下點功夫 讓自我越來越消失 然後呢 有一天我們 回到老母的面前 老母問你說 你影響的幾個人越來越好 你不會講不出話來 好 我們就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大家